我这个大玩具呢 我可能也不怎么会去骑它 我觉得是我的车 我一定要给它规制的干净利落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内真正赛日记 今天呢 再给大家介绍一台孤傲的车 这台车是什么车呢 就是我身后的这台 SuperMoto 胡思亚纳FS450 为什么喜欢这个车型呢 之前我看过一些视频 看过一些车手 在一刹车 那个车屁股就横起来 就滑台路外了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帅 于是我在21年的时候 就购入了这台车 然后我也在21年22年骑过两次 骑过两次 发现北京没有太合适的场地 所以说我就放弃了 这个滑台车的练习 今天这期节目呢 主要就是给大家带来 这台胡思亚纳FS450的 翻新以及整备的过程 行了别找了 再找就包包 手指一擦全是灰 手指一擦全是灰 就好 一鍋用電桌子 一鍋用電桌子 煮到焦糖 1鍋開 1鍋開 好 我替妈家都冒腰的 看看这美丽的大心脏 咱们那天FS450呢 基本的拆除工作就算完成了 眼前给大家展示的就是这颗强大的心脏 有着63匹马力 咱们准备现在进行一个拆解 看看里边到底怎么个事 这台职业车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动力 都来源于这台三分钢 三图轮四气门 450cc水冷的发动力 能爆发出就是3米的马力 这都是10年前的技术了 咱们再来看看现在的量产车 有多少能达到这样的成功率呢 看看这个硕大的活摘 直径达到了95毫米 现在活摘的状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少量的积碳 轻轻一擦 哎 就掉了 咱们看一看钢头的情况 咱们现在看着这个气门的状态还不错 一会咱们给它做一个气密的检查 现在看中钢的状态 没有任何的磨损 非常的光滑 再来看一看活摘的状态 没有任何拉钢的迹象 状态也是非常非常的完美 这次咱们又省谈了 不用去跟它更换活在于中钢了 咱们继续往下拆 别看这个发动机小 但是这个离合器真的是硕大 这么大个离合器 咱们现在开始拆离合器 开始脾箱 因为之前检查中发现 发动机底部有些渗油 咱们这一次就一次性 给它解决完毕 接下来琪琪师傅要发表名言了 这车啊啥要好骑呀 就是骑换新车 哎对了哦 哈哈哈哈 这几率可够当的 咱们下午呢 把这个邦尼整个就已经打散了 打散之后呢 发现没有什么太大的异常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耗 咱们这次呢 就是把这些氧化的部分 该进行一个翻新 然后把这些零配件呢 进行一个整备 咱们现在准备开始 刚才我们把发动机所有表面上的油污都已经拿烤声波去除干净了 去除干净以后呢 咱们现在开始进行一个组装发动机的过程 看我们现在师傅打这个胶的手艺还不错吧 咱们现在合箱的工作呢 已经算是完成了 咱们现在开始安装水纹组 水纹组 2 3 4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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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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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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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钢头螺丝需要分别打3次扭矩 第1面是10扭 第2面是30扭 第3面是50扭 咱们现在开始第1面10扭 开始第2面 30扭 现在开始打第3面扭矩50扭 咱们现在刚走就算安装完成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还是我刚才用好几种清洗机洗过一遍的效果 这种油泥重重的油泥 真的是有十多年的油泥 下不去 我现在只能换一种方式 我们使用了专业设备之后 已经去除了绝大部分的油泥 对于这种老车 以及这种常年在外风吹雨打的车辆 它的塑料件都会出现发白 以及这个老化的情况 这台车也不例外 我们也是使用了安索的有机塑料 防老化的一个堵膜喷雾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现在这个后尾架的清洁 以及保养工作就算完成了 咱们洗后尾架的同时 顺便把这个后摇臂也一块进行清洁 你看看这个油泥有多厚 连这个螺丝孔都堵住了 看看这个效果 是不是比之前要好很多 说实话拆完都不知道 能不能装回去 看看这些轮毂的浮条 早已修集斑斑 这次咱们索性就可来一次整体的翻新 都已经拆到这了 我还怕什么呀 装不回去 咱也得拆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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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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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大玩具终于算是整位的完成了 但是还是有一点不满意 比如说像牛角 离合 还有一些小配件 这不是咱们也没有名 咱们就没有更换 除了这些不满意的地方 其他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原来这车架子是白色的 咱们也给它喷了一个亚马哈蓝的颜色 轮毂原来是黑色的 咱们也给它做了一个白色的颜色 包括它的前后避震液都进行了更换 往后它的刹车液 冷却液 还有发动机 咱们也是进行一个打散的工作 所有的轴承 所有之前的岁月的痕迹 咱们尽量的去给它抹除 可能说你把这车弄得这么好 你会拿它去骑吗 我这个大玩具我可能也不怎么会去骑它 可能会放在展厅里摆着 我觉得是我的车 我一定要给它规制的干净利落 往后每天看见它我都比较开心 兄弟们咱这大玩具就算收拾完了 如果你想看我再去准备什么车 可以给我后台私信关注我 带你了解赛车更多小知识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